惊呆了,湖南一个小村庄的人都爱用坟头的泥土泡水喝,声称喝了他包治百病,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这个村庄没有医生,生病了也从来不去医院,就凭借山上的泥土保证要到病处,就连患上肿瘤的病人都是靠着泥土痊愈的,真的有这么神奇吗? 这件怪事就发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,相传这里有一座名叫香炉山的坟山,因为其风水和地理环境,所以很多去世的人都被安葬在这里。 一天晚上,一个名叫戴玉峰的当地村民,趁着夜深忍静,偷偷溜进了香炉山,四下无人,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在坟前,磕了三个小头之后,神情紧张地环顾四周。 检查无人之后,就开始挖坟头的土,等挖了整整一碗之后,就捏手捏脚地跑下山去,他要这些坟头土有什么用呢? 如果要拿来盖房子,也未免太少了点吧,原来他是要拿这个给自己的孙子治病。 就在前不久,戴玉峰的孙子突然头晕目眩,连着几天高烧不退,因为居住的村庄山路居多,去一次医院耗时太久,于是就听村里的老人说,有一个偏方可以治这个病。 但因为药材太过于特殊,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,但此时的戴玉峰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,于是死马当活马役,决定铤而走险,夜晚孤身一人走向了坟山。 取来了坟头的泥土,他孙子的病能好吗?这个偏方真的能够灵验吗?你听说过,喝泥土泡的水就能治病的吗?到底是谣言还是真实发生的呢? 湖南小村庄的戴玉峰一个人半夜跑到坟山上去挖土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疯狂? 起初,村里的老人传言,当地被用于埋葬的香炉山上的坟土,用水泡上,喝了之后可以治病,没有人愿意相信,直到戴玉峰为了给自己高烧不退的孙子治病,上山挖土。 没想到服用之后,孙子的病真的有所好转,这泥土里面有什么特殊物质吗?为什么泥土竟然可以用来治病呢?当地老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? 这件事还要从上世纪说起,年近七旬的老人高德安身体一直不好,夜里经常感觉到腰疼,而且恶心呕吐,去医院一检查,发现自己得了肾结石,需要动手术才行。 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并没有激光治疗,所以老高为了省钱,就决定忍痛回家休养,村里人在看望他的时候,告诉了他一个偏方,喝了他包治百病,那就是去当地坟头上的黄土泡水喝,老高哪里肯相信就这么敷衍过去了,但眼看自己的腰越来越疼, 于是老高死马当活马医,让老半上山给自己弄来了黄泥土。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,老高连着喝了几天,腰就真的不疼了,更邪乎的是,还有肿瘤的病人喝了他,竟然也痊愈了,这么神奇的事情很快就在附近村庄里流传开了。 甚至吸引了相关专家,纷纷前往考察,不要走开,让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解释这种奇怪现象,你敢相信喝了拿泥土泡的水就能治病吗? 湖南的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看病从来不看一生,而是喝当地坟头的泥土泡的水,很多专家听闻都前往考察,他们认为这种水的确有治病的功效,但也没有那么夸张。 并不是包治百病,老高的肾结石能治好,纯粹是阴差阳错,但为什么有不少人喝了,却是身体有所好转呢? 这些泥土中含有什么神奇物质吗? 专家将这些泥土送往检测中心检查后发现,其中还有大量的锡元素,这种元素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,如果身体缺乏这种元素,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,甚至产生恶性肿瘤。 但什么东西都是适当就好,如果摄入过多,也会给肝脏和肾脏带来负担,长辞以往身体也会受不了。 专家认为,也可能是当地村民过于相信偏方,所以在服用之后就会出现包治百病的心理暗示,自己的心情好了,病情也就会有所好转。 这种黄泥水功效其实被夸大了,如果身体出现了不适,还是应该第一时间选择就医,对正下药,不能盲目相信偏方,你觉得专家说的对吗? 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